来啦啦 剧组探班又来了 今天同样有人来代班主持 这回会是谁呢 哈喽 我是泽南 当我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 我就是咱优传媒策划部的红辉 今天我们给红辉布置了一个任务 在片场找三位优传媒的女同事进行采访 其中必须包括女主滕小小 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找到了滕小小 小小在啊 虽然小小不在 但是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小可爱 就是沈一个 我们来找小小可爱 我们来找小小可爱 我手机玩的好可爱 你干什么打扰我啊 对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关心 也是沈樱 我觉得生活中的沈樱 是一个很单纯 很善良 很可爱 很萌的女孩子 沈樱的职场生存法则是什么 靠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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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靠朋友 就是永远不贵的都是加小 不贵 但就需要你帮我 就永远都是你想要帮我 你看我的那个朋友 滕小小她是什么样的人在念 滕小小就是一个特别乐观 特别活泼 特别大度 以及特别大方的人 就是很爱多少钱事 我们在找 这是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事们 大家对这儿镜头 说嗨 整段拔掉了 这位是秦总 大家好 我是秦翘演员陈静如 秦翘这个角色跟你本人的反差大吗 非常大 秦翘是秦翘我是我 公主 招心也没有那个人 在我们职员演里呢 秦翘是一个女魔头一样的形象 她一出场就冰冰冷冷冷的 整个会议室就跟停时间似的 她本人也会有冷冷的那一面 我不觉得 我哪里冷了 我这么热情思火的一个人 我哪里冷了 你在拍摄这部戏的过程当中 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没有受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台词 真的是难度相对以前来说 会比较大一些 对因为这个台词 离我们平时生活很远 它有很多的专业术语 什么 不能剧透 主要不能不方便剧透 我想问你 有两个戏你选择 第一个戏 人畜无害的男孩 还是你想演一个那种坏透了的 魔头类的男孩 我觉得我本人就已经挺人畜无害的 要再演个人畜无害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最大的 可能会护照欲望吧 你说上学的时候吧 就男生因为他喜欢这女生 他没事喜欢 就在后面拽一下他的那个马尾 然后那你说 不愧上班欺负女同事 是因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这是要干嘛呢 干嘛要欺负人家 你暗恋人家 对不对 那你这么说 我 你不太好 我是滕小小 大家好 我是周宇童 也是滕小小 大家好 萌威是不是喜欢滕小小 没有 女般的男孩可能是这样子 对 我觉得吧 职场的环境跟学校不一样 她如果还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可能更多是出于忌妒 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地位 其实这是一种领土意识 你觉得滕小小 跟你的一个契合的点 相似点在哪 不一样的点在哪呢 你觉得呢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不像的地方 就是我可能没有她那么坚持 跟冲动 就是我比她可能多了一分冷静 但是我也就没有她那么有热情 那比较相似的部分 其实很多部分都是我 带有了一些自我的一个感受 融进了滕小小的角色里 所以等于你由你自己 给滕小小的角色 加了很多的分配 哎呀 如果你一夜爆红了 你会选择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不知道 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因为这个戏一夜爆红 我第一件事情会 会出来感谢 跟我合作的 跟我合作的演员 然后特别是周宇童 有这个麦皮龙奖杯 那我会了 感谢这个戏 感谢阿里 感谢优酷 感谢我们这个剧组的 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导演 演员 工作人员 现场所有的人 因为没有你们 就没有滕小小 也没有这部戏 谢谢你们 宝贝 让我们感谢 刚才是我第一次采放 完全看不出来 接着说 多夸点 踩得色别好 真的 我觉得我可以多期发展 我身间数值 也现在不是多不容易啊 光干眼神 我以为还得送外卖 我们不能独自等待 我觉得正好下去台湾单上我 大家就没戏发的时候都 是不是不错吧 大家已经找好了 不多 我们热爱 哇 这今天太冰了 几个掌都那么冰 热爱 对 我们热爱